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召開大巨蛋安全研討會 宣布安檢問題由營建署承擔最後裁定責任 不過營建署長回應應該要由北市府自己解決 不應該丟回給中央 柯文哲今天再度表示 北市府雖然需要負責 但是希望中央能先建立一套全國能依循的評定標準 而明天就是北市府給遠雄大巨蛋改善期限的最後一天 柯文哲說已經準備多套因應方案 畢業季忙著出席頒獎典禮 一天得待上九個小時 柯市長忍不住用數字來說話 一千三百名 我還想說明年應該想看不出來 應該改進了方法 畢竟時間寶貴 要解決的事還很多 前一天大巨蛋安全研討會 柯市府宣布安檢問題由營建署裁定承擔 不過營建署長許文龍回應 除非大巨蛋變更設計時涉及防火避難 否則中央不需重新審查 過去我們省建築物是一棟一棟 省那個防火 可是我們對於建築要到多大 人要多少以上 你要做省全區的防災需求 這種防災需求是要回到都市計畫裡面 當然是台北市要復存 沒問題 但是那個比方說平定的標準 總不能說台北市一套 高雄市一套 所以那個平定的標準 也是要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 我想台北市政府跟營建組在 在未來一兩個禮拜內 透過一兩次的這種討論 大概會將來 會對這種大型建築物的公共安全 我想會建立到支付 柯文哲堅持要回到都市計畫來處理 等於是把安全問題的燙手山芋 丟還給中央 而15號就是遠雄大巨蛋改善期限 最後一天又打算如何應應 應應方案有好幾項 一二三四 我看他們都累了好幾下 當然 當然要怎麼做 我們明天上班以後會 專案小組會討論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這談判策略當然不會跟你講 面對遠雄不斷要求大巨蛋安檢 得交給公正第三方 期限將至雙方能不能有共識 還很難說 如今在扯上營建署 也難怪前一天安全研討會 被批完全沒交集 其實不只說我們跟他沒有交集 如果你拿遠雄跟富士團體 那才是這個沒有交集 永遠TV由家瑋劉軒台北報導